我們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32頁這邊 有一個連結32這裡 各鄉鎮市區人口密度 然後如果我想要找出那個人口密度在前10名的 那應該怎麼 那第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直接先把Jason轉換到Excel 直接Excel打開你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但是如果你Jason沒辦法轉過去的話 那就沒辦法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把Jason的資料放到Excel這一件事 我剛剛講過你也可以用Power Query 但是你Power Query要最新版的 你舊版不行 如果你舊版的話怎麼辦 那如果可以寫python這個也是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們如果假設我希望把這個資料 那我就找到111年 他沒有112年 然後最近的應該是111年的這個資料 然後他的欄位裡面的話提供了總共幾個 12345 一樣5個欄位 OK 那如果我假設要做那個分析的話 那一樣我剛剛講這邊有個連結 打開之後的話 哇一大堆東西 那看起來真的是很頭暈 而且字真的很小 然後看真的很痛苦 那我講過啦 你甚至你根本不用看 你就把它Ctrl-A Ctrl-C 然後呢直接到 Jason Edit上面有沒有 然後你就再Ctrl-A 再Ctrl-B貼過去 那我的個人習慣是先切到Tree 但你也可以切到Table Table它這邊會把那個表格直接找到 然後並且幫你把表格直接呈現出來 不過我看了一下這個表格 我本來想說試著把它選起來貼到Excel 後來發現好像不行 試了很多方法 如果有找到好方法 其實我如果你可以的話 那你乾脆用這個也可以吧 你把它選起來貼過去不是OK的 甚至連拋虧都不用 有沒有 因為拋虧其實還要做很多 很多動作才能夠正確的轉換 拋虧其實也沒那麼簡單 而且拋虧裡面又有另外一個語法 我又要學另外一套東西 我是覺得好像這樣有點學不完 如果你不想要學那麼多的話 這個可是沒辦法選 我發現它這個 比如說我想要把這些資料 選起來貼過去 那我試了一下把它複製 貼過去它好像只會貼 因為我目前畫面上看到的這些東西 其他的好像就貼不過去 有沒有 它只有貼哪裡 不是是 等於我剛剛選的其他的沒有 它好像 我不知道 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還是說它故意就不讓你這樣 如果它可以讓你直接選貼過去 那很多工具就不用賣了吧 OK 就用這一套就好了 幹嘛 就不用最新的 你們看看好了 你們看看好了 看看真的可以 可以的話呢 那傑森 轉移Sale 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利用它 Ctrl C Ctrl V就好了 OK 連拋虧都不用了 OK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 那只能硬著頭皮 所以Tree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Tree的部分的話 我剛剛講的 因為它這個資料 先牽到Tree好了 那它因為有兩個key 我剛剛講 它兩個key 先reload 然後再recode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要抓這裡面有 總共357個item 等於是有357筆 當然如果編號是用0到374 有沒有 那可是我剛剛有切到那個table模式之後 把它打開之後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把它拉到底下 有時候要檢查一下 它最後面的4筆有沒有發現 其實是一個說明而已 它並不是裡面的資料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最後要取得資料 應該要把它檢視 所以你會發現 我雲端上的程式 為什麼要檢視 主要是拉到底下 你看到這4個不用 你把它剪掉就ok了 所以根據剛剛的說法 Tree裡面先reload 那我怎麼取得 所以第一個 我在雲端上其實這邊有放 所以我們就是把 剛剛講的get 比如說這個連結 那我就先再開一個新的module 一樣用什麼 用那個request.get 把這個網址 網址我用最新的 剛剛這邊有一個 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上 ok 然後另外的話一樣用那個json 裡面的json rows 所以第一步的話 是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丟到html的物件 利用它的.test的屬性 取得它裡面的文字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再利用什麼 先取得第一個部分 叫做什麼 我先用dict1.get get什麼 getreload 所以特別注意 它第一層 它是這個reload 第二層的話是recall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這樣子兩層的結構的話 那請務必記得你要做兩次 第一次的話先get它 那我前面的話用dict2 給它一個名稱我看一下 因爲什麼用 因爲它這邊 它這個是大瓜湖 所以我給它的變數名稱是dict 那recall 因爲它是中瓜湖 所以我就給它一個list ok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我習慣 只是說你這個名稱要怎麼取 還是盡量取你比較能夠理解的 那這樣的話就把所有資料都取得之後 再跑個回圈 一樣是for iE range 那爲什麼從1開始 因爲好像0好像是藍位名稱吧 ok有沒有 我看一下 如果你不太清楚 你切到table嘛 那按一下這個 它會跳出來 那有沒有 0的話是藍位名稱 那如果假設我要抓的 這個藍位名稱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從1開始 那並且的話呢 讓它減4 因爲最後面那4個資料不要 那一樣 就是跟剛剛一樣 把它裡面所有的資料抓出來之後 再取得不要key 只要values 有沒有 所以這個一樣 有沒有 記得這個小瓜 這個很重要 Values 那並且再利用list的轉型 成為一個list 這樣就全部ok了 所以把這一串C 當然我是建議你自己做一遍看看 把它Ctrl V 貼上 那這樣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就會是375 375-4 應該371 等於是 所以是371個鄉鎮 有可能ok 我把它執行一下 那理論上 那理論上他就去抓政府的資料 然後呢 並且幫我一個一個把它抓下來 變成一個一個的串列 所以有沒有發現 目前的話呢看到結果 那應該就是減4 還有減1 ok 所以等於是370個 370個鄉鎮 那裡面的所有資料通通被抓下來 那也就是總共5個欄位 5個欄位的話分別就是 應該是統計年嘛 然後在區域 還有年底人數 土地面積 人口密度 ok 那如果最後呢 我希望把它存成 Excel的話 那就是再把剛剛 我看我剛剛這個地方 再加上剛剛一樣 上面加3個 有沒有這3行 把這3個放在這上方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加一個 在4上面再加一個那個 sheet.append 先放欄位名稱嘛 所以這邊我看我欄位 欄位名稱有 在4上面加這個 這個4上面加 總共有5個欄位名稱 一樣加一個串列給他 然後呢 在底下有沒有 一樣方式嘛 sheet.append 再把例子2 通通都怎麼樣 放到 這裡面 例子2放進去 這樣子全部放了 最後的話呢 通通丟進去之後 最後再用wb.save ok 就把它save一下 然後把它save到 我要放的位置 一樣是 savec 帖號斜線 temp 那底下的話呢 就給它一個 tiple 然後點 xlsx 這樣就OK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收工 所以如果你假設 如果你假設 要把Jackson快速的轉成 e-save的話 應該不難吧 ok 所以這個本來很難的啦 不然的話你可能用最新版的e-save 用power query 但是你又要再學一個power query 我覺得倒不如用這個就好了 這個又是免費的 ok 好 你總不可能在公司好了 老闆沒這個功能怎麼辦 對 可不可以幫我升級成最新版 老闆應該不太想理你吧 ok 好 那把它執行看看 應該ok了吧 所以我剛剛就做那四個動作 然後一樣就是上面這三行 第一個 第二個是append的一個藍位名稱 跟剛剛一模一樣 然後第三個就是append的所有資料 最後把它save 有沒有 所以這一套奪旗 這一套的流程 你可以套用在任何地方上 未來當然不只這個Jackson 其實CSV或XML 或者HDML 其實都差不多啦 ok 所以這樣我是覺得應該也不算太困難吧 Python裡面要存成Excel這一件事 我覺得應該沒有複雜 ok 不過前提我覺得還是最關鍵就是串列 有沒有 串列你一定要很熟悉 還有回圈 串列加回圈 基本上這個ok之後 我是覺得 應該你在除了資料上 應該就不太會有什麼問題了 還有資料型態轉換 反正就是小問題 應該都可以克服 好 最後我把它執行看看 執行一下 在理論上應該沒有錯誤啦 ok 如果沒有 沒有錯誤 那表示應該成功了 然後這邊就有個people ok 打開看一下 人口密度 所以最後我怎麼知道人口密度哪一個限制最高 很簡單嘛 就排序一下 當然你也可以在拍照裡面排序 只是我是覺得在Excel裡面應該最快 立到A一下 結果排出好像他沒有排成功 為什麼 因為這個資料好像全部 它都是文字 所以你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它全選 感受就是一個向下 這邊還有點點點的 然後他這個綠色的地方 你不要選到點點 把這個綠色的全部怎麼樣 把它再改改成 轉換成數字 再把它排序應該就ok 不然的話 用文字來排序應該就不ok 所以這個人要選到哪裡 選到這裡吧 都是數字的問題 這個 底下這個點點不要選到 看這樣應該ok 可以把它轉換 把它轉換 轉成數字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它馬上轉過來了 再把它排序 可是問題 它這個點點 這個是什麼 這個人口密度 這個東沙 還是這個不要嗎 這算什麼 還是0嗎 這什麼給三個點 這三個點到底是什麼 給0好了 ok 算了 這有時候它 有人輸入資料 真的輸入很奇怪的東西 這根本不是一個數字 好 那這樣人口密度就可以了 立到A 所以 如果 如果抓出前10名的話 第一名 居然是 永和 ok 那去永和都感覺 很容易塞車 再來盧州 第三是大安 高雄新興區 板橋 三重新莊 大同 台北大同 台中的北區 北區的 松山 這幾區 這幾區 好啦 所以你會發現 抓下來 用以色列車 好像比較最快 那你也可以用排成的方式 就把它排序 得到結果 顯示出來 因為在那個串例裡面 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點Sort 有沒有 也可以排序 OK 只是說 這個可能 好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我主要是 把那個 各鄉鎮市區人口密度 這個資料 把它下載下來 主要是利用這三行資料先下載 再利用底下這些 並且配合那個 剛剛講到的那個 抓e-sale 最後其實就可以得到結果 那只是說 因為它人口密度抓下來的 會是 這個這個什麼 這個數字 所以 文字 所以 你 如果假設 你希望放到e-sale裡面 它是 數字的話 你也可以在排序裡面轉 OK 只是說在排序裡面轉的話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就三點 對 就是它裡面如果空的 或者是說它不是一個數字的話 那你可能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說它的type 它的形態如果是數 對 你可能要判斷一下 不然的話如果裡面假設 說它的資料不對 你轉也會失敗 OK 這個可能要做一個判斷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部分 把它試著完成 這個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的方法正確的話 無論說網路上的json是多複雜 其實你都可以很快的 利用python 幫你轉換成你希望的一個格式 當然最方便是e-sale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人家給你一個連結 就是一個json 一個API好了 有沒有像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它給的API就長這樣 現在其實很多的地方提供的東西都是一個API 這個API它會不斷的更新 如果你假設要取得 它就有點像開放的一個數據 你可以去抓API就好 像現在比如說什麼台鐵、高鐵、北捷 反正各個單位有沒有 它的這個資料會更像公車有沒有 它都會API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很多APP 它都可以 每一個APP都可以抓到最新的訊息 因為這些資料都在網路上都有提供相對應的API 而且API很多都是json json還比CSV還多 因為程式撰寫上大家還是比較喜歡用這個json格式 為什麼因為直接轉成字典就好 以前Java的話更簡單把它變成物件就好 物件裡面取得你要的哪個屬性就可以做存取了 還有JavaScript也是一樣 JavaScript也是直接把那個API 直接就轉過來當一個物件用 很方便OK 那只是說對一般來說就不方便 這個我想還是要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這邊有一個這個叫人口密度這個範例 請各位再試著做做看 那底下的話還有像什麼紫外線的監控 這個也是類似的 其實也是你也可以把它打開來 這個也是一個json格式 這個我記得好像跟剛剛的PM 這邊2.5蠻雷同的 也是fill的 然後底下的話應該也是叫reclose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也是reclose 所以這個理論上應該差不多 只是說欄位數好像不是5個 那是1 2 3 4 5 6 7個 7個欄位OK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蠻簡單就可以 把資料給抓下來的 底下還有iTai1 iTai1也是一個json 還有CSV 這個也可以 比如說像到底你到哪邊有免費的Wi-Fi可以用 現在一般人大概不太需要 可能觀光客比較需要 有沒有 所以到底這個免費的Wi-Fi 在全台灣哪些縣市最多 如果要統計出來的話 那可不可以啊 沒問題啊 他提供CSV跟json 當然一般人一定會想說CSV比較簡單 下載直接可以用的時候開 可是我們練習的話 如果希望用Json的話 有沒有就這裡 總共提供幾個 1 2 3 4 5 6 7 8個欄位 OK 這個點擊開 OK 我不怕他是直接下載一個json 他是下載一個檔案 讓你把它打開了 這個我想請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理論上我們這樣的方式 應該很快就可以把你想要抓的那個json格式 通通可以把他轉成Excel那個問題